我們暑假的時候也去上一些課本 然後我裡面有教一些東西 然後應該是褲子 但是就是跟我們的網頁設計的課本是配合 好 那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XX3 HQM跟XX3 真的非常非常的強大 那東盟真的 如果你們有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強大 所以如果你好好學的話 你現在做的網頁真的是 但是你會把網頁設計都做得很小的話 我們現在看一下 上次我們等到Background部分 我先把Background的指令呢先洗一下 背景 我們的背景可以設計 可以設計 可以設計 我們先把Background的指令呢 背景 我們的背景可以設計 我們再找一個顏色 背景 我們先把描述 前面這個字都是Background 前面這個字都是Background 那我就大概先教一下 這邊還有 首先是前面 邊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背景顏色的話 基本上就是顏色 我現在寫的就是CSS的職業 我現在寫的就是CSS的職業 如果你想要設顏色 你可以寫顏色的名字 比如說不露藍色 你可以這樣寫 當然你可以這樣子用頸字號去寫 頸字號的寫法的話就是像 因為它是RGB 所以你要用兩個敗的數字來代表顏色 你說如果你要設紅色 藍色的話 那你就要現在寫什麼 0 0 0 F 現在就代表藍色 那你還有別的表示法 比如說你還可以寫什麼樣呢 RGB 那如果寫RGB的話呢 你這邊的字字就可以從0到25 0到25 0到25 就讓你用整個方式一起做 那你還可以寫怎樣呢 你還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寫RGB 這個A代表的是透明 你的透明度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說我要藍色 那我可以寫0 0 0 透明問題 然後我透明度要百分之五 所以你可以寫0.5 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寫 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寫 用這種方式來寫 等一下我們 表完以後呢 我們再用 找個幾個例子 給我看 這個 just 這個透明的部分,這貼的部分,也是代表怎樣呢?完全不透明 這代表完全不透明,也是代表完全不透明 你可以去設一下你的顏色,你的背景的顏色 包括我們字型的顏色一樣,所有的顏色,其實所有的顏色你都可以用在小側方式去轉 好,那麼這個是Background Color的部分 Background Color,你可以給顏色的名稱,你可以給RGB的值,你可以透過RGB 然後呢,開始用電動